科特3的泄漏开箱视频犹如保留节目,在前几天传遍了网络 不过好像官方也已经展示过了外观 唯一从泄漏视频里得到的新信息 就是我们可以明确得知科特3对比科特图新增了初同距离的调整 按住侧边的某个按键可以让透镜向里或者向外调整 一来可以改变显示屏跟眼镜的距离 二来留出了戴眼镜的空间 所以这次我们也没有看到原来的眼镜垫框放在包装箱里 不过关于科特3,最近我看到的不少朋友对于踩射透视像素只有400万是否太低的疑虑 以及好奇科特3的光学数字能否延续科特Pro的出色表现 那今天我们就来大致说说这两点 首先呢,我请大家看一段装访视频 或者你玩了一个游戏,在那里面的蜂蜂蜂,你必须要撞他们 或者,我们玩了游戏和蜂蜂,或者一些游戏的游戏 我们只会有一个游戏的游戏,在那里面的游戏 那是什么可能在游戏的游戏 我认为这些游戏是另一个游戏的游戏 在游戏里面上的游戏 它是做得很严重的,我必须要说 我可以说,我现在有人的游戏今天 与了游戏的游戏 要全体现实现的游戏 和在那里面的游戏中在那里面的游戏中 与你与你准备的游戏 进行过程度是非常非常精彩的 而是只有$500 非常精彩的 谢谢 和语气骗不了人 Nex那种自然流露微笑 说的Dunwell 唯一被僵尸追逐的模样 我相信这样的笑容 大家在给亲朋好友 第一次体验Quadro的教程游戏的时候 都见到过 重点是他最后还强调了一句 而且他只需要500美元 代表着即便前两天 全世界都看到了Vision Pro 彩色透视的魔力 Quadro上最终用500美元带来的效果 让他觉得是值得的 无独有偶 彭博社的记者古尔曼 5月底体验Quadro上之后的报道 也有类似的评价 他说自己在透视模式下 可以直接使用手机 如果Quadro上的价格是500美元 那就是相当于苹果MR的五分之一 但他对消费者的吸引力 会远远超过五分之一 当然后来我们知道了 Quadro上其实是苹果价格的七分之一 显然对于那些从黑白透视 直接跳到双目产生立体透视的 普通用户来说 双目400万项目 是能够满足一定的接受度的 起码到了及格的水平 可这时候就有人说了 不可能吧 Pico 4的1600万摄像头像素 也就那样 大家都用过了 Quadro上明明只有四分之一的像素 即便变成了双目 也不可能像前面两个人说的 可以看清手机 关于这一点 大家要明白 彩色透视像素 不能简单跟摄像头像素 直接画等号 无论是Pico 4 Quadro Pro HTX5 XR Elite 还是其余MIX 他们的RGB彩色摄像头 都是1600万像素 其中 Pico 4和Quadro Pro 都有直接的硬件拆解 可以确认使用的是 索尼的IMX471 IMX471 其实同时也是许多手机的 前置摄像头的主流选择 由于这是一个 四合一像素传感器 所以它在做VR一体机透视的时候 实际等效是需要除以4 也就400万像素 因此Quadro大概率也是使用 IMX471 不出意外猜测的话 Vive XR和其余MIX也是同样的 而几家之间唯一的差别 大概就是Meta 老老实实地对外说 400万像素 而不是1600万像素 大家要明白 硬件产品的定价区间压的越低 那同价位 每个品牌在供应链上的 零件选择范围就越小 互相之间会用什么规格 都是名牌的 不存在很大的仓数之别 因此安卓阵营这边 最终定价是同个级别的话 各家硬件层面是拉不开差距的 400万像素 你说它好 就是大家一起好 你说它差 就是大家一起差 所以柯特上的彩色透视的下限 应该就其余MIX 我记得之前有人说过 其余MIX应该是能看清手机上的质 当然你说具体能好 多少估计也是没有的 至少在其他项 彩色透视的畸变调整 画面色彩 白平衡对比度之类的调校 以及视频信号 采集到显视频 所存在的延迟 都会因为更强的处理器 和深度传感器的存在 而具备后期改善的空间 其实说到底还是因为大家听手机主设那些超高像素的数值听多了 都忘了 4K是800万像素 2K是400万像素 Quiz2的单眼显示屏分辨率只有350万像素 Quiz3和Picos的单眼显示屏也就450万像素 所以我觉得400万像素的单眼透视就是现阶段厂商的一个默契 其中的原则就是透视像素基本上就是压着显示屏像素来定 那我们也可以看看苹果Version Pro是怎么描述自己那一对彩色透视像素量的 苹果官网写着的是 一对高分辨率摄像头每秒向显示屏传输超过11个像素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在这一点上都爱玩文字游戏啊 而且这里如果我们要做横向对比的话 其实是会发现有些说不通的地方 用苹果这句话的方式算一下Quiz3 一对那就是800万像素 每秒算90帧 那Quiz3的一对彩色镜像头每秒向显示屏传输超过7亿像素 这样说的话差距只有3亿像素 看上去是不是没有想象中大 然而所有体验过Version Pro的人的反馈 它的彩色透视是目前的天花板才对 如果我们把10亿像素除以2再除以90的话 Version Pro就只有单眼550万像素 即便是找索尼定制更大面积的传感器 这样的像素量始终差点历史 所以我们这样直接根据字面意思乘除 估计是不准确的 那不知道视频前的朋友有没有更好的方式 去论证苹果的实际透视像素啊 如果万掉苹果这句相传语来看 我个人感觉还是前面推导的 透视像素应该压着显示屏像素来定 也就是尽可能持平 Version Pro的显示屏是双眼2300万像素 单眼是1150万像素 然后大家都知道1200万像素的摄像头 是苹果床中接待的宝贝 摄像搭配感觉是最说得通的 总之未来苹果揭晓这个实际规格 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因为可以知道具体的差距是几倍 接下来是Quiz 3的Pancake观学系统表 显能否向Quiz Pro看齐 这一点确实是一大悬念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Pancake细分是有差别的 Pico是一片式 Quiz Pro是两片式 Version Pro是三片式 看价位都知道多片式的Pancake更好吧 虽然Quiz Pro的显示屏分辨率没有Pico是高 但都认为Quiz Pro的透镜 在看眩光和清晰度表现会更佳 而制作Pancake观学的关键环节 大家可以大致了解一下 其实就是在于透镜贴膜和加工的部分 其中观学膜的素质和给透镜贴膜的工艺是决定性的 如果有人还记得 去年Meta专门发了一篇技术性文章 表示自己是从零开始跟上游业界 合作构建专门的Pancake供应链 来提高现金的制造能力 比如Quiz Pro的二片式Pancake 有十多层功能性光学度膜 其中为了最大性度减少鬼影 采用了三层偏致膜叠加设计 如果Quiz 3能够跟Quiz Pro用一样的透镜 再加上比Quiz Pro还要高的分辨率 那确实是一大亮点 但现阶段只能判断是大概率来自同样的装属产线 不过会不会被降为一片式Pancake 以及如果真的是一片式 那Meta的一片式和两片式之间具体有多大的差别 就是要等发售之后才能确定了 所以如果你不是特别急切入手Quiz 3 建议到时候还是等具体的设备报告分析再做决定 毕竟根据现在的汇率加上税 以及国际运费 贵的市场已经是非常贵了 OK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是不等待VR成熟 而且陪着VR成熟 罗尼VR在头圈 如果你也是对VR成熟感兴趣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点赞投币转发三连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